台湾东海岸的宫东高宫里面 有一座超过半世纪的教堂 是创办人瑞士神父习直平 当年邀请了瑞士建筑师设计建造的 四层楼的清水魔构造是台湾第二栋现代建筑 即便是半个世纪后者的今天 看起来还是非常前卫 在那个台湾现代建筑知识还非常匮乏的年代 宫东的教堂曾经被建筑系的学生 视为必去朝圣的地方之一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到台东 看看东海岸的建筑之美 半世纪前一群来自瑞士的白冷灰教室 将他们的一生奉献给台东 盖医院建学校 一起写下海岸山脉瑞士人的 动人故事 而率先抵台的开教者习直平 1959年创办宫东高宫的同时 邀请到瑞士建筑师打心灯操刀 在此新建了台湾第二栋现代建筑 圣堂大楼 这边开始都是53年前的东西 你看这个地方漏水口 最上面的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长草 别的地方都长草 到任七年校长蓝正芳来不及参与过去 但对圣堂大楼的一草一幕 甚至是细节设计都有着细腻的解读与观察 连在一起更强而有力 然后更坚固更宽对不对 它不连在一起 我一来就一直想它为什么不连在一起 它是不跟那个世俗连在一起 越来越走越接近天堂的意思 踩着阶梯而上 我们也才一步步地明白 校长口中的天堂 其实是校园里最美的地方 典型的科比义式清水模风格 如今看来依旧前卫而时尚 更别说是出现在半世纪前的台东 每一个角度都能看见大师以阳光作为颜料 在墙面或是地面挥洒出的画作 推开顶楼老教堂的大门 映入眼延的是些屋顶 高床设计粗糙的水银浆墙墙面 还有镶坎在墙面上的彩绘玻璃 办事祭前的古老工艺一表无遗 彩绘玻璃是最大的特色 一般那个教堂有彩绘玻璃 可是这个是耶稣的苦路 耶稣苦路就是从耶稣从被审判 定十字架一直到复活的受难的过程 可是我们的领悟是这样 设计人要告诉我们 所有生命的光辉是来自牺牲奉献 象征教堂精神所在的耶稣圣像 则是让人看见白冷灰教室 对于在地原住民的重视 这个圣像跟一般的不一样 因为它是欢迎的 不是被钉石架 它是欢迎的 用那个白冷灰的精神 跟台东的原住民 还有台东的柬埔的 混搭在一起设计出来 如同法国建筑大师科比义经典座 朗湘教堂的复刻 让宫东教堂有着台湾朗湘教堂的美名 过去被建筑系学生视为朝圣地 如今还是观光景点 对宫东人来说 是信仰也是灵魂 这个教堂让我们学校 它不只是传授知识 做人的道理 然后有很好的技术 这个教堂让我们学校 变成是有灵魂的 就让学校变成是有灵魂的 一个有灵魂的地方 孩子们不只学到技术面 知识面 他也会学到文化的陶冶 他的人格的特质会比较不同 走过半世纪的老教堂 早已是东海岸最美的道风景 美的不只是建筑 还有那海岸山脉瑞士人 将一声奉献给这块土地的心